为什么习近平选择了俄罗斯 是当年他安排跟奥巴马总统的见面 他和彭丽媛到了洛杉矶下来 彭丽媛从飞行差一点摔下去 说你不是说美国会对我友好吗 美国根本不友好 结果马上去了俄罗斯 他说我还是俄罗斯靠谱 到了俄罗斯 普京直接带着习近平参观了俄罗斯的国防中心 大显示屏 进去以后 普京说我让你看看美国在你周围和我周围 布了多少部队和导弹 特别在日本的叫NMD、TMD的导弹防御系统 你不防分分钟弄死你 第二个就是这所谓的美国搞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下个就是你和我 把习给瞎的半死的 习是真害怕了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参加外国的所谓国防中心 你要记住这是个世界格局的改变 然后你再看看他去北朝鲜 他去了北朝鲜 中国就开始要北朝鲜化 他和金正恩的聊天 我是真的是百分之百掌握的 而且他回来以后 在会向会下一直讲 共产党就要走这样的路才能有前途 就必须是金正恩的金家制度 要有中心 而且在这个二十大前和十九大后 多次在内部的开会 他讲还有当时的宗主部部长陈希讲 还有随着习访问北朝鲜的讲 金正恩干掉他姑父 每一熟大陈希吹声 我们现在还给现一个人 壇看一下 是宗主席 看到这个人 杭出来的 这次滅了 那是架的 共产党的 海尸 现在要 котор一时 美媃一直在戅视 张承哲说事 讲政治不要乱动 你看那天习 哎 看看这边你想干啥 你想干什么 张承哲的事件不是孤立的